时间公允 一人一天二十四小时 有人贯注商业帝国 有人碰到思想盛宴 有人冲破科学宇宙 我们一直在寻找与他们的相会 通过思绪的交汇 穿透十金之网 拨开信息迷读 重回决策瞬间 直抵故事之源 财新时间只给你最有价值的想 如果现在让你拿起画笔 画一个有力的领导者 这幅画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呢 英国华为大学的一位组织行为学教授 在实验中就发现 大部分参与者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画出来的这个领导人几乎都是男性 而且大多数人会在展示画作的时候 使用指代男性的语言 也就是英文里的黑 而不是女性或者中性的语言 似乎在大家的潜意识当中 领导人就天然是男性 管理学顶级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中 有一项研究就证实 对女性领导者来说 想要在工作当中得到认可 会比男性要难得多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这与我们的刻板印象有直接关系 长期以来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领导者 大部分都是男性 这种刻板的印象被不断地强化 如果我们能在领导岗位上 看到更多的女性 也许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那么这些年来 其实女性在职场中的境遇 是在不断地得到改善的 在2020年的财富 世界500强榜单当中 有女性领导的公司有37家 这个数字达到了峰值 要知道在20年前 这500强当中 只有两家公司的领导人是女性 但即便是这样 今天这37家公司 也仅仅占到了 全部500家公司的7.4% 天花板之上 毫无疑问 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打破常规和局限 女性领导只有哪些独特优势 又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 数字新浪潮来临 女性该如何运用科技杠杆 来提升社会领导力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女性领导者 来谈谈自己的经历和观点 他们分别是 IBM全球副总裁 亚太区首席营销官 大中华区数字销售总裁周易 波士顿咨询公司 董事总经理 全球合伙人胡盈 以及贝塔斯曼 亚洲投资基金 创始及管理合伙人龙宇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各位非常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进行这样一个交流 我想我今天的这个分享 先从这个双十一开始 关于这个双十一 大家一直 我认为有两个误区 第一个呢 一直大家都在讲 双十一是中国女性的 一个大的party 是一场狂欢 是女性的狂欢 其实我们根据数据来看 双十一里面 购物的话 据说男女其实比例相差 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男性也是这场 狂欢的一个主体部分 那第二个误区呢 就是双十一的 其实第二天 包括今天 大家如果打开这个新闻 看各种各样的新闻 上面都会讲 非理性消费啊 什么这种 这个清空购物车 清空到耳聋啊 什么这个狂甩 这个二十万啊 这个甩破家底啊 等等这样的 关于一些女性 在双十一非理性消费的 一些报道 所以有很大一片声音是说 女性的消费 其实是相当非理性的 但是我们用数据说话啊 基于这个 就对2019年的双十一的 一个数据分析 就是大概70%的女性 事实上 在购物的时候 是非常理性的 那我觉得在这边 为什么我会讲到 这个课题呢 这个其实让我 会经常回想起 我和很多企业的 这样的一些经营管理者 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会去观察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流程 和思考过程 那在我的观察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是 女性的这种领导者 比男性的领导者 更喜欢算账 去做细化分析 那男性的领导者呢 在很多时候决策呢 是更多的是基于直觉 当然直觉来源于经验 大家是因为说 这个女性虽然喜欢算账啊 但是喜欢算小账 太容易陷入细节 没有大的这种决断 缺乏全局观 这也是很多企业里 大家对很多女性领导人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包括我一些 这个女性的CEO朋友 也经常会被 这个包括被这个同业啊 甚至是员工会批评说 过多的财务思维 去看数据 在这边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点 就是在当前的 这样一个市场 包括其实前面 我们俩在会前也在交流 在这样一个 巨变的一个市场 其实直觉和经验 是很难为我们 带来准确的决断的 因为这个市场变化太快 就是说现在 我们认为一天的 真实的用户数据 其实远远重要过 二十年的这种从业经验 所以我们觉得 现在的企业精英管理者 其实是需要对数据的 这样一个敬畏的 在我过去和企业的一些 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确实 男性的一些这个决策者呢 由于过度的相信自己的 这个直觉 确实是会忽略 对数据的这样一个敬重 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 其实女性喜欢算账 这件事情是个优势 那女性尊重数据的 这样一个特质 应该在这样一个时代 得到更大的发挥 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也说女性比较容易 陷入的两个误区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由于算账 很容易陷入细节的陷阱 考虑的因素过多 而影响了这个决策和判断 这是第一个陷阱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尽量避免的 那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 就是说只有分析 但是没有决断 由于分析的太细 由于分析的太多 反而不敢决断 特别是当到了一些大的这种战略决策上面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虽然我们是战略咨询公司 我们看到很多大的这种战略选择 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但是它是一个取舍 是一个选择题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女性可能真的要拿出自己的勇气 既然我们有那么多的分析和支撑 应该在关键的这个节点 应该敢于做出自己的这个决策 作为一个女性 在中国应该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幸运了 没有那么多宗教的文化的性别上的特别多歧视和偏见 可能大家看到我穿的这个样子 也知道我是不是也变得更加中性了一点 确实让我更加的方便 我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反感讨论 以性别相关的话题 我更想说向人性的优越的本质去致敬 看到大家的一些共通 但的确不能忘记女性其实一些被忽略的品质 像刚才胡英提到的非常理智的逻辑的一面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更多的女性 不是在一个连创的位置 而是在CEO的位置 她们的创业呢 也不是在她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里面 女性就必然要做母婴 要做文化 要做教育 我现在看到非常hardcore 在做隐私计算 数据库分布这个全球开放的这个开源技术 挑战的这些都是女性在迎难而上 而且她们在用自己温和而坚定的领导力 在构建她们组织体系的时候 的确带来的有更多的坚韧和忠诚 如果我发现说哪些组织是有女性领导力气质的话 我会发现她的韧性特别强 她碰到挫折的时候 自己在盘旋当中调整起来的这股韧的战斗性 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组织的张力 这个组织的内涵 真的是带有一种深深的母性的气质 我觉得这个sisterhood 的确是比brotherhood好像更强大吧 至于说到这个 我这个就要回应一下刚才回应的这段分享 如果从我的第一经验来讲的话 女性还是整体对重数据的分析和逻辑的依赖的话 其实不像男性那么偏执 那我自己其实如果说应大会的要求 是分享一下个人的成长经历的话 作为一个女性的投资人 我就特别特别害怕 原来别人label我是个女性 所以我尽量地去性别标签 我一定要向别人表现得我超级有逻辑 我重视不重人 我非常理性 我非常的犀利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感悟 我其实忽略了 原来感性和sensitivity 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高级算法 当我们在看这些所谓的大量直接堆积出来的 训练出来的基本数据的话 我发现数据源是错的 你看到的每一天的这个真实的消费者的数据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短暂的 量是不够的 不足以支撑 而且尤其是在我们看的创新的领域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由于过度聆听数据 全部死掉了 用穷局法不停地去做A-B test 其实是最笨的办法 那我们也看到说是所有的数据出现之后 往往都是滞后的 尤其是财务数据 就一切都完了 因此你要聆听数据和信息的话 也要聆听到更复杂的 更早的 现在看起来不相关的 要看到非常非常远的迹象 这个时候请所有的女性不要放弃 造物给我们的先天就比较敏感的触觉 和我们更加实际的更多拥抱生活的细节 这些未来的创造就在生活里面来 我不太相信根据数据可以设计出iPhone 基于数据也不可能出现当年的第一辆汽车和现在的Tesla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场活动能举办确实是很不容易 在疫情的背景之下 那大家其实也特别关注 我们眼见的这个疫情结束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之后的我们强调的这种内循环 强调的一些新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来比如说您接触到的这些女性的创业者 或者是公司 有什么样新的机会 或者你观察到她们的感受和决策 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的出现 第一就是回到我前面讲的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所以新的机会其实是在不断涌现 那有些旧有的一些机会 可能我们认为是机会的 确实是在瞬息之间 特别是被疫情可能会遭到了极大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密切的确实是关注市场的这种变化 并且对这种变化 有一定的这种敏感的捕捉的这样的能力 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创业者 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素质 当然这里面确实既有理性感知的内容 也有感性感知的内容 我觉得第二一点呢 确实是对于女性创业者来讲 我觉得在疫情之后 它的风险我认为其实是会大过疫情之前的 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在疫情之后 大量的这个中小企业陷入这个财务的这个困境 而且也看到了很多倒闭 因为我比如说我服务的很多是核心的是这个金融企业 从金融企业放贷的这个情况 包括说从这个企业投保的 投这个企业保险的这个情况 我们其实就会看到 其实中小企业的这个目前的现状确实是不容乐观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如果要考虑创业的话 确实是要充分预计到这样的一个难度和风险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第三点我很想讲的 因为我其实在我的经历当中 我看到很多的女性创业呢 是希望去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但是我确实也看到了很多这些女性在出去创业之后 遭受了这个就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的这种打击 因为她会发现她为了追求这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更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去创业 事实上并没有换来自由 就是作为创业者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你可能要牺牲自己更多的自由 来换取这个创业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一句话吧 就是说送给大家 就是我也经常跟我的孩子来讲的 就是说 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就是就像前面也跟周总前面讲的那句话很像 就是你怀着最好的期待 但是呢做了最坏的打算 所以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呢 你可以及时止损 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坚持走下去 但是人生就这么一回精彩 没什么可后悔 周总 因为我知道您刚刚是其实简单的分享了一下 您这个三班岛的这个来源跟经过 但其实您是 有很长时间非常资深的这个营销的经历 完全可以不需要再成为一个创业者那样去工作了 并且您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内部创业者 创业非常难 但是在一个有109年历史的企业当中 内部创业那个壁垒可能要更更艰难 所以想再听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过程 以及同样作为一个女性 在不同的阶段 真的要再推自己把那个决心是来自哪里 其实我觉得有几件事 可能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自己的心路历程 第一个是risk taking 我觉得刚才大家已经在座的 无论是龙女还是胡莹 还是安提都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女性呢 是很有这种潜力去承担风险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家里头 我们在所不辞 我们母性的光辉 我们永远都会去承担这个风险 可是在职场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犹豫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犹豫是考虑家人 很多时候说一个工作机会来的时候 老板找你谈 你要做这个 首先说我老公会不会同意啊 我孩子会不会同意啊 我父母会不会同意啊 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牺牲 更多的时间进去 其实呢很多时候啊 自己想一想人生其实很短 机会来的时候 一定是上帝的声音在召唤你 一定你是那个对的人 或者说这是一个对的时刻 抓住他 不管怎么样 你走一遭 就就是人生的一个阅历 人生的一个经历 这就是一笔财富 这是我自己在接受这个工作 七个月前 十个月前 我走进这个销售 然后四个月前又走进亚太 我真的是没想 我觉得反正就是经历 你就是被那个chosen的人 第二个我觉得是第二个R 就是rich 我觉得刚才 无论是龙女还是安提老师 都已经提到了 记住有一点 就是你永远不是在孤独地在奋斗 你有同伙 刚才提到的male eye lie 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咱们这个世界就是男女组成的 必须承认有一点 在很多的行业和世界里头 比如在高科技行业 男性的高管还是占绝大多数 你一定要赢得他对你的支持 不是光是同情 是支持 理解 欣赏 一路地扶持 这一点一定记住 所以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女孩子脸皮要稍微厚一点 要reach out right 我干不了 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么多事情 那我找谁 我把 大家刚才听听我说了 我把那丹麦人给薅到北京 你在这儿给我住吃 你给我一个礼拜我负责 但是你一定要帮我去说服 所有的这些我的天使投资人 让我能够做成这些 digital sales center这件事 他来了 帮我了 我们俩从来不认识以前 所以奇迹会发生的 当你有这个勇气和这个grace 去拥抱这个变化 然后赶去reach out的时候 你就会发生 天使都会来投靠你 第三个R我认为是一个reality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反省自己 很多时候啊 现在都没有时间think 就没有时间思考问题 天天都在做事做事 干活干活 然后决定决定 就好像没有一个时间 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回头去想一想 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 在会议和会议之间 比如晚上我经常就是 今天晚上我有三个会议 一直到十二点 八点开始 那我可能中间有五分钟的break 或者十分钟的break 我就会自己在家里走来走去 有的时候有这个奢侈的时候 我就在小区里散散步 听听莫扎特 想一想事情 回顾一下今天我哪件事情 是做错的 回顾一下今天在所有的会上有人提了非常难听的 但是非常好的钟言 我是应该去听的 这都是精子 我觉得这个要意识到自己永远生活在reality里面 现实里头 那最后一个是刚才各位都提到的 英文 我用一个英文词叫rejunivate 就是说一定要放得下 一定要放得下 很多时候在这个环境下 我们如何去让自己心灵有一点放飞 一个礼拜当中 我现在坚持的就是一定要两到三次的健身 因为在健身房里 我跟我的pt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他那么可爱 那么简单 生活可以这么简单 很多的谈话就完全是为老他出生的新生的婴儿 我们怎么练得怎么更漂亮 应该吃什么 就total跟你的工作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在那个当中 你其实实现了你放得下那一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四个我认为是一个叫rescating reality andrejunivate 我自己一直在鼓励我自己这样去做 同时就刚才那个小山你讲的 就是说创业者的这种好奇心 还有这种担当 还有最后我觉得是一个务实 我们谈到非常务实 这三件事情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没有好奇心的人 是不可能成就自己一生的 无论这件事情能做得成做不成 只要你好奇就有戏 担当也是 这个担当是在很多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难 也是有点危险度的 在这个时候 如何你自己要对你的决定担当 同时要跟你的团队一起 要帮他们去担当 对社会 对家庭 对你的团队 对投资人 都是一种担当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这十个月学到的 可能以前都没有特别的 轻生的体验 但这一段在这种忧虑 彷徨 痛苦 同时又忧虑 彷徨 痛苦的当中 其实也有一种小小的喜悦 也就是说我实现了risk taking 我也去尝试了我从前 从没做过的事情 其实还好 没那么可怕 我觉得 每一次看到身边的人在说自己工作的强度 累 痛苦 辛苦的过程中 我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看着他们 因为我在他脸上都是看到了 他其实本质上是享受这个痛苦跟这种绝望的 否则要不然已经 此刻已经停止了 对 刚刚您讲到的 有一个关于科技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目前的现实 就是在越尖端的一些科技公司里面 可能女性的参与者相对会比较少一些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报道的时候 这种非常硬核的科技公司里面 有女性的合伙人什么 我们都会报道 那说明它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那我觉得疫情也是进一步加速了各种企业 不管是初创公司 或者说是这种大型国企等等 他们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科技的创新 如果我们从性别的角度来看 它是缩小了性别的差距 还是有可能进一步地扩大了这个鸿沟 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 大家可能会认为 更多的男性对科技更感兴趣 这个问题其实是开放给思维的 如果谁想要讨论都可以去说 我很快 我就一句话 我觉得科技是没有性别的 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反倒带给了所有男性女性更多的机会 那我自己最亲身的体验 就是今年我在运营这个速销中心的时候 我们需要大量的工具 因为速销你逐步出户你要扣单 你怎么扣大数据 人工智能 所有的这些分析 你是不是能够很快地掌握这些所谓的tools 这些工具能够很快地形成 对于这客户360度的一个洞察 然后在出征前 就是说你在开始到视频会议之前 你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所有 我发现我的速销中心里 女性员工掌握这些能力非常地快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来发明科技的 现在这个社会很多是需要运用科技 去被科技所enable 然后去做更有高效的事情 那么我所看到的现象是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技企业里头 我们不罚女性科学家 研究员 所有 但是就在我这小小的速销中心里头 女性对于科技的掌握 对于这些工具的热爱 那种偏执大大超过男性 所以我看到很多希望 我是属于比较传统的这种战略咨询 好像对科技可能很难去理解 但事实上我认为 我是我们现在公司可能 卖这种科技类咨询项目 可能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一位合伙人 就是为什么我能从那个一个极端 走到另一个极端呢 核心事实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看到确实就像这个周易讲的一样 就是其实科技它确实给了男女很多机会 而且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因为并不一定我们讲到科技 就一定是这个hardcore的这种coding 对吧 它还有很多 包括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大数据 我现在就在两家企业里面 在做这个大数据的项目 我们就经常会讲 其实10%靠数据 20%靠算法 但是有70%是靠文化和流程的改变 这是一个我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改变文化和改变整个流程治理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女性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因为它确实有更强的这种 共情的这种能力 它更能够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人家不愿意用这个东西 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说服去争取 就像我们周以前们讲的这种支持和认可 来帮助改变推动这种变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现在也是看到更多的女性在扮演的 因为最终科技都是以人为本的 以人为中心的 所以我们说科技的应用都是以中为始 就是你都是基于一个应用场景和一个应用 结果去反推说我需要什么东西 但是确实我们原来有很多这种 所谓我们说hardcore的这种engineer 就是男性的 他会非常这个自信 甚至是说有一点狂妄的说 我就有最好的技术 你只要用我的技术 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颠覆 但是他的这个东西有很多时候 是找不到应用场景的 所以在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有一类工作 我们叫所谓叫customer experience designer 这个human centered experience designer 就是所谓以人为本的这种体验设计师 那这个确实是很多女性在这个角色里 她其实承担的角色是说 为这个科技去找到应用场景 而且基于这个应用场景 去找到合适的产品和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 只不过确实在里面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我认为特别简单 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 就会带来教育上的平权 更多的exposure 给到原来历史造成的reality 我承认 女性现在就是还是在劣势嘛 可是我还要说 还有那么多 当然不让大家根本不会在 她的名字前面加上女性的人 她就是当之无愧的 absolute number one 只要这种例子 榜样的力量多起来之后的话 女生就会有更多的visability 李飞飞教授 没有人认为她是一位 女性的人工智能的权威 她就是computer vision的权威 所以最好要牛逼到这个程度 才可以 Mary Borah 也没有人会说她是 GM的女性CEO 她是General Motor的CEO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这种人也在多起来 而且大家也不要误会 其实在中国 我觉得我也是有一位 特别优秀的创业者碰到她 原来是中国现在非常棒的 三个千亿美金的公司都曾经尽量 邀请这位女性去做CTO的 我们当然可以做hardcore coding 只是人少一点而已 但假以时日的话 如果我们喜欢 我们也许能做得一样的好 但可能我们就是插花 养草带孩子 做更多的事情 能给社会更大的贡献 那也没有关系 但我只是想说 社会提供了更多多元化的 这个途径之后 有很多女生 其实是举例来讲 again 最近呢 我们就又有一个观察 是在医疗健康的领域 因为原来有历史的成见 总以为女生可以学学医 学学药 好 积累下来一些talent pool 所以当现在这个AI成语 这个healthcare 这个大的SIM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在里面有特别特别的 Chief Scientist CEO 都是女生 这这么多年的后继勃发的话 也使得女性在高科技领域 真的到 她们的潮流到来的时候 可能她们更有机会 时不我待 当仁不让了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在场上 参与我们这场讨论的 四位嘉宾 其实像刚刚 我觉得龙总说的 我们每一个成功的 女性的领导者 或者说是企业家的例子 其实是最实际的 推动了大家的 认知的进步 和女性在社会当中 这种偏见的消除吧 虽然我们每年的采访 的企业家当中 女性的比例 可能确实是相对较少 但是 我还是非常的 骄傲跟感谢 财新峰会 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场设置 让这么多优秀的 女性的领导者 真的能够有机会 跟大家面对面地做分享 非常感谢四位 那我们今天的这场讨论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